张院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 恭喜张院长 来副院长 球秘书长 还有行政团队 各位工作伙伴 行政院大家庭 所有的成员 媒体新闻界的 记者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像行政院团队这个大家庭 今天为我准备 这么样温馨的一个茶会 这是令人非常感动 当我看到这一副 483我们全力以赴的日子 还有这一份相片 因为当时刚才在桃子台风 我到南投灾区 跟灾区的孩子 我抱上灾区的孩子 看到灾区孩子们 他天真无邪的笑容 我相信我们都不辛苦 都将化解掉了 当我接到绘文 那一封用注音符号写的信 事实上令我非常感动 所以这483天 我们在超越了 50多年来第一次 政党轮替 所带来的冲击 冲突 嘲笑也大 潮也对立 拉扯 所有世界的不景气 带来的冲击 我们超越到他之后 483天的现在 我们看到政局相对的稳定 而且经济也逐渐在腐疏 我们也看到民进党执政党 在立法院形成第一大政党 我们就在这个很艰难艰苦的时间里边 我们为台湾开始奠基转型 来迎接经济起飞的时候 我们已经准备 可以马上来再屹立于21世纪 除了这一点的感念之外 尤其在当前内阁改始的当中 我曾经用三项的原则 来跟我们所有团队的成员相互勉励 我要求政务官上台是有空换 下台也要有尊严 我们遵守岗位到最后一刻 真的他们全力的付出 他们超越突破 他们打一个美好的战 我已在国家最艰苦的时刻 我们这个大家庭能够有跟大家共事的机会 这一点将是我一生当中最怀念的483个日子 我以你们为荣 我也以你们为傲 感谢你也祝福你 谢谢 我想谢谢院长 院长常常说 以合作代帝对抗 又逐朝代替逐强 过去的483天 院长曾用火花四射 来形容这过去的日子 不过我们知道大家说 院长在暂时卸下行政院工作以后 可能要写一本书 我想讲 过去最难日子的新生 我们也很期待 那之后我们也相当的祝福院会 我想我们今天是一个很轻松的茶会 一段很温馨的午后时光 我们现场也备有许多 那我们当然行政院有很多的我们的同仁团队 也希望利用这个难得机会 跟我们院长副院长还有秘书长合照 我想我们各单位 一单位为这个依据 我们来跟我们院长 还有我们副院长以及秘书长来合照 我想我们茶会就开始 我们也谢谢院长副院长以及秘书长 以及所有的行政院的长官 我们恭喜院长一下 我们先从副院长室开始 谢谢 我想刚刚谈到今天我们行政院向大家底下 这个我们有将近400位同仁 今天都不快来到这边 所以我想大家一块共识了483个日子 院长在当时只能说可以说是锦气低迷 而且政治动脏7分钟 接下来就行政院的重战了 483次3天 我想我们先要请我们的 也是我们行政院的大家长 接下来邱毅书长 邱毅书长 邱毅书长以后还是继续留在新春院吧 这高生政委委员给我们大家还是一块 来 院长 书院长在座能不要找我先讲话 我想这是最后一次 所以我想也请各位同仁能够谅解 特别是媒体的朋友 我想再忍耐就只有这一次 我想这段期间我有只有很简单的几个说法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想这400多天里面 给我一个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那么让一个让我长期在体制外面晃荡的人 有机会来到体制里面自己有机会学习 有机会成长 我想我非常感谢张院长 感谢来副院长 还有我们许许多多的首长 特别医院里面的一些同仁 像刘副秘秀长 还有各组室的主管 这个是对我的一些教导 跟帮忙非常非常大 那么第二个我想有机会 那么为我们的国家跟社会 做一点小小的事情 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件 我觉得蛮值得往后来细细组织的一些经验跟岁月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再度要感谢各位 特别感谢张院长跟来副院长 容忍我的造次 容忍我的学习 容忍我的摸索 谢谢大家 再度感谢大家 谢谢 是的我们谢谢邱秘书长 大家外界常常说 邱秘书长在行政院太划言了 太少言 这个很习字如今 不过他今天刚刚大家听到他很多 他的心里头的实在化 他们也略有的改变 就是要谈谈我们院长 对于我们这片土地的奉献 一条路奉献给远方 海河奉献给高山 一般青春奉献给山西的东西 台湾 海域奉献给草场 江河奉献给海洋 外国耳全世界 一般青春奉献给台湾 来开飞 gång 一般青春奉献给台湾 其中生安 回满天亮 伸强 我想这个歌声真的是相当优美 也唱出我们院长室头人的这个新声 是大家昨天在这个会场刚听到这么优美的歌声 我想在会场前方的电视墙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对我们新闻局也特别剪辑了 这483个日子院长上山下海 在台湾各个角落基层 不管是都市乡村这样子奔波 这样子为国师繁忙的这些我们最真实的这些画面 我想刚刚台湾最著名的三亿目标 这目标的名字是拓荒 我想这个拓荒的意义就是描述 这个前人在艰困的环境当中 毕露蓝绿勇往直前要为我们国家社会后代子孙 想要开辟一条康庄坦荡的道路 其实这样的意义也就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 其实行政院上下同人在院长的带领下 走过这段大家这个做活打拼的这样一段日子 所以我们要勾请我们丘尼书长来致赠给我们张院长 这样特别的一个礼物 谢谢 我们院内的同人要出来送 是的我们谢谢院长这是院内的同人 我想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我们在透过会场电视墙上看到张院长在过去 这些画面这些画面可以说是相当珍贵的这个真实的记录 我想要要把这么珍贵的一些真实的记录 也就是院长活动的剪辑 这483天的这些记录录影带 还有我们包含了两百多张照片的光碟片要致赠给院长 这个光碟是内海很多两百多张照片很珍贵而且真实的这个记录 我们也谢谢苏局长是 局长要不要跟我们 院长 是 是 当然这个写真集最佳男主角行政院还有一位 也是我们的邱秘书长也有写真集 也要 苏局长也要致赠给邱秘书长这样珍贵的记录 是我们谢谢局长这个新闻局同仁啊 在过去这些相当精彩而且珍贵的画面 我想这是一人一生当中这个最难得也是最值得记忆的这样的一个记忆 今天爽 这位小朋友今天对爸爸妈妈的代理下从新竹啊刚刚从中午吃个午饭就一路出发来到现场 这是你写信给我的是不是 就是那个用朱英华写的 那同台译 哦 你有朱英华写 下次别配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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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配合我 对对对 是的 是的我想这位小朋友 我曾经收到一封用朱英华写的明信片 包括他的那个地址跟我的姓名 结果这封信呢终于接到我的手 那我就他那个信里边写到说请院长救救那些树木 因为很多的树木被统师流都掩埋压倒 后来我把这封信呢就交给行政员的同仁 我们希望去找这位小朋友 今天他果然到了 他是五岁 显文对不对 郑显文 哦 郑显文 不好意思 啊 是 是 哦 他写的 你读读看好吧 读读看好吧 读读看好吧 妈妈说要救救生理 只要写性格变得 就有希望 因为我希望 台湾美丽的树木 能跟我一样 快快乐乐长得又高又壮 是的 我想今天这个郑显文小朋友 带来他这个清笔写的卡片 要赐赐给院长 赐赐给我们张院长爷爷 希望这个院长这样子 又树根牢牢牢抓住台湾的土地 让这台湾的土地更美丽 我想这个郑显文小朋友 除了带来卡片要送给张爷爷之外 他也要献花给我们的院长爷爷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的神秘嘉宾 我想这个从新竹圆到来的这个郑爸爸 我们院长也要送给我们郑显文小朋友 这是哈利波特的画册还有画笔 希望能够发挥像哈利波特一样的魔力 让台湾这块土地更神奇更美丽 我想郑爸爸他们长期这个 这次就像我们台湾这个缩影这样很多的家庭一样 他们都很关心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家每天到底在做些什么事 所以他们也是不断的 比如说以写卡片这样的方式 来希望能够关心我们的行政院团队 我想郑爸爸代表像我们所有台湾土地上的这块人民一样 他们有几句话要送给我们这个 为我们台湾打拼的行政院团队 来我们请郑爸爸 谢谢院长还有副院长 各位长官各位家各位贵宾大家好 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行政院里面来 那以各位在这边庆祝这个活动 那因为刚好我的小孩子就读那个 新直市那个东远国小 那他们学校刚好是那个 那个谢瑞珍老师跟那个林医县老师等 所有的老师都在推行 一年一速救生林保家园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全家接着 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说我们就 我们的小孩子就说 将来写一些卡片寄过来 尤其院长任务 对一些生态保育的活动的推动 推行都相当有用 相当的用心也相当的关心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小孩子也要参与这个活动 尤其院长在89年11月份跟珍古德博士的一场对话中 我们也相信 那我们觉得这个院长对这个生态保育相当的关心 那全国教师协会对这个抢救台湾快慕林的活动 发行推动这个一年一速救台湾这个活动的话 我们也相当的对他们 对他们这种 这种用心我们相当的 敬佩他们 那我们大家 当然我们大家也是希望说 台湾能像能再重现胡尔摩沙绿色海洋的家园 谢谢各位 谢谢 四年 四年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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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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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想剛剛這個小妹妹說租院長事事如意 而鄭爸爸也說出了所謂我們台灣民眾的心聲啊希望正在我們這個保島佛爾摩沙土地啊能夠更加的美麗 我們說到這個過去這段日子啊這是小市民看到的行政